如果说神学都是虚构出来的 那为什么有科学家声称 宇宙大爆炸和古人的混沌初开观念 会有着惊人的相似 难道神学揭露了宇宙的起源之谜吗 那么在他们之间 真的会存在某种未知的关联呢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 所以长时间以来 科学的思想已经刻入了我们的脑海当中 但是当我们以科学的眼光 再回首去看古代神话 还有一些宗教书籍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其中蕴含着今天的秘密 比如说在中外的创世神话当中 我国是盘古开天辟地 在苏美尔神话中则是恩利尔创世 无论哪个国家的创世神 他们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这速度都非常的快 基本上都是在一瞬间实现 那这样的描述 以物理学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似乎有点不谋而合 这另一方面 基本上所有的神话 都描述了创世之前的画面 而且描述的也都一致 没错 这说的就是混沌 在《三五立集》中描述 盘古创世时 它就一直沉睡在混沌当中 当它苏醒之后 看到世界一片虚无 便一幅劈开了混沌 随后化成世界 那么混沌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虽说很难解释 但是它和宇宙大爆炸的基点极为相似 两者都是无色无形 超越时空 其实古人呢 在描述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时 往往都会用熟悉的事物来表示 就比如说 这中国古代的瑞兽麒麟 它由尸头 马蹄 牛尾 鹿角等组合而成 可为什么古人不用熟悉的事物 把混沌表现出来呢 这并不符合古人的习惯呀 所以这只有一种可能 混沌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古人还见过 但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1936年才被提出 那古人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其实古代有很多典籍 并不只写了一个王朝的故事 里面有很多内容 都已经传承了数千年 虽然故事可能有点夸大成分 但是当下的实验科学 与流传了千年的文化智慧相比 在一些方面还是存在差距 比如圣经中曾经提到过 巴比伦文明和苏美尔文明 但是以前很多科学家都认为 这些文明是不存在的 但是后来 考古学者却发现了 这些文明的遗迹 所以从古至今 流传下来的很多故事 其实都是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文献的 比如一些学者 他们会将宗教典籍 当作历史进行研究 当然在进行研究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掉一些夸张的部分 从而能更好地梳理 人类发展的进化史 在宗教典籍当中 天神要用洪水灭绝人类 接着西方的诺亚打造了方舟 而滑下的大雨 是否也获得了神奇呢 圣经中曾记载 上帝按使诺亚 在洪水到来之前建造一个方舟 而诺亚对上帝深信不疑 于是洪水到来时 诺亚全家乘坐方舟 来到了亚拉拉山 并因此成为了人类的始祖 这洪水过后 诺亚又活了三百多年 虽然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但是叙述太过模糊 这里面有很多事件并没有展开 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古迹 来探索这段历史 1849年 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发现了很多泥板 这些泥板看起来并不是普通的工具 而是一种媒介 上面刻有密密麻麻的文字 其中就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 经过研究发现 这些泥板制作的时间 比圣经出现的时间 还要早上几百年 并且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有一个小城邦 位置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这个城邦的国王 据说就是半身半人 他和神一样具有智慧 却和人的寿命一样短 因此他就希望自己 可以与天地同寿 于是就找到了人类的祖先乌特纳 当这位乌先生见到他后 接着就讲了一个大洪水的故事 他说众神发现人间人口太多 于是打算搞一次激化生育 用大洪水将人类全部淹死 但也准备给人类留下一线生机 这乌先生就是众神选择的信任儿 众神提前将洪水的消息 透露给乌先生 并让他建造一个大船 等到洪水来临时 与家人一起登船 因此乌先生躲过了一劫 那这个故事和圣经里的故事 简直是一模一样 那所以这应该不是巧合 此外大洪水还出现在 中国的山海境中 从而在上古时代 住院地区饱受洪水肆虐 而这个时候 一个名叫大悦的人出现了 他的治水方法与前人不同 他先是将中国划分为九州 并将九州视为一个整体 同时又根据不同州的特殊情况进行治理 大悦的这种思想相当超前 在几千年后的德国 有一个叫黑格尔的人 将这种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以此取名为辩证法 那么大悦有没有可能 与诺亚一样都获得了神奇呢 所以由此可见 中西方的神话故事里 都明确提到了大洪水这个灾难 而那些我们视为玄幻的故事 很有可能真的是在记录历史 在史前文明中 曾有不明生物 向人类传递过经验和知识 就比如亚特兰蒂斯凭借过太阳能 建造过航母军舰 那难道外星生物 真的在地球上存在过吗 而我国神话题当中的神明 是不是就是这些外星生物呢 在上面我们曾提到过 大洪水几乎在每个文明的历史中 都有记载过 但是它在来临前的历史 却很少有记录 所以就有专家说了 这大洪水的到来 其实造成了文明的断层 柏拉图在对话录中 提到过一个大洪水到来前的 辉煌文明亚特兰蒂斯 据说它们的科技极为发达 而且神殿都是由基因打造 此外还专门建有造船厂 负责给亡国建造军舰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苏梅尔文明 据古书中记载 波斯湾地区曾经出现过一种不明生物 而这种生物白天出没 晚上则会潜回到海里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生物并不是鱼 它们不仅能与人类正常交流 而且还传授过人类各种知识 它们的头上都戴着一个头盔 但是在头盔的下面 却有另外一张脸 所以就有一些研究人员猜测 这些人其实跟人一样 但是有着比人更高的智慧 这苏梅尔文明正是依靠 这些未知的生物智慧 所以才比其他文明发展的更快 而且这些生物后来也被神化过 成为了神话故事的主要来源 其中耶和华在苏梅尔人的预言中 被称为恩利尔 但恩利尔并不是一个有大爱的神 他一直都认为人类是有原罪的 正是因为有这些罪责 所以人类就要受到更大的惩罚 只有真正的神 才能去拯救有罪的人 所以人类才要将耶和华 视为唯一的神 那么在他的原型中 有没有可能也是具有 更高智慧的外星生物呢 相比于现在的科学研究 曾经的一些古人 可能真正知道宇宙的原始状态 那他们又是怎么知晓的呢 是那些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 更为高等的文明告诉他们的吗 1922年天文学家爱德温 发现了宇宙的红移现象 他观察到距地球较近的星系 正在越来越近 而远处的星系则越来越远 那这个发现 只有证明了宇宙大爆炸理论 而且在大爆炸之前 宇宙是一个密度 无限接近于零的极点 但是它又是如何发生的 又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 这更何况 宇宙大爆炸初期的运行规律 并不能以经典物理学的理论来解释 而是应该用量子物理学来分析 但是在量子世界中 正常的规则 又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 这就是古人 为何将其称之为混沌的原因 因为即使科学发展到了今天 我们也无法真正去解开混沌之谜 它依旧是一个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神秘事物 好了 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